赵丽颖终于恐破与何炯的关系,难怪湖南卫视捧了她三年,要说这些年,慢慢冒出我们视线,又成为我们喜欢的女性有谁。 除了杨幂,一粒热巴,一定还有很活泼可爱的赵丽颖。 赵丽颖出身普通,但是却活得漂亮,从出道的那一刻,就决定了她不甘平凡的人生。 如果戏说赵丽颖为什么会红得这么快,在娱乐圈又没人敢欺负,还有牵扯到另一个主人公,何炯,何炯和赵丽颖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呢? 这个就要从多年前说起了,当时赵丽颖在参加快乐大本营,何老师对她很照顾,两人还有着很多互动呢。 后来赵丽颖再度参加了真人秀,偶像来了,与何炯两人的关系更是密切。 看起来温暖极了,赵丽颖在接受采访时,被问到为什么与何炯之间关系这么好。 赵丽颖说自己一开始不会说话,反应是属于比较慢的那种。 那时候何老师在休息的时候很照顾自己,给自己鼓励。 所以他特别喜欢何老师,与何炯成为了好搭档与好朋友。 真正让何炯与赵丽颖之间的关系走上顶峰的是那深情义稳。 虽然事后大家都知道,那是节目中的安排,也是为了节目效果。 但是当时这个角度,以及围观的群众,真的让这件事一下子就卷席了娱乐圈啊。 还真的以为他们在一起了呢? 赵丽颖自己承认,何老师很照顾他,对他很好,但也只是这一层关系。 虽然两人不是恋人,但是这种关系的存在,使得赵丽颖在圈子中无人敢欺负他。 因为有何老师给他撑腰呢? 可以说赵丽颖是把何炯当成亲哥哥一样看待了这些年。 赵丽颖在湖南卫视的表现非常突出。 最让他成功的就是在芒果台播出,与霍建华的《花仙谷》,在创造了收视率的同时,也让赵丽颖成为受人喜欢的一线女星。 从这以后,湖南卫视便再也少不了赵丽颖了,再爱。